反正我徐宝来我把画子柯在这儿 赵金志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坚决跟他斗争到底 大姐夫 我觉得如果你要跟赵金志斗争到底的话 那我认为问题严重了 这 不是 这怎么算严重呢 你看啊 如果赵金志坚决不同意 你却坚决支持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要产生冲突和矛盾 到时候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很有可能还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合作 那 那我这不变成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爱兰 你太小看你大姐夫了 我还就不怕麻烦了 赵金志 我跟他坚决斗争到底 你看看 冷静 大姐夫 冷静点 冷静点 是不是又得激动了 这是性格使然的 这 这都是爱松出的主意 爱松怎么知道 我们厂里的销售遇到困难了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 这件事我先表个态啊 我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还懒得想法 嗯 我也不同意啊 这胡辣一大拨人来了 这不给企业增加负担吗 再说了 以前这销售课的人会怎么想啊 肯定以为他们会被替换掉呗 但到时候机器性一下就没了 企业更加受损失 哎呀 竹子 你分析得太好了 到位精品 啊 你跟咱俩这么说不行啊 那得看看你俩姐夫啥意见呢 阿妹问你啥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 艾兰一个人来我同意 她要把她的手下都带过来的话 我不同意 我也赞成 艾兰一个人来我也不同意 不是 爹爹你又咋了 我二姐再就不能来呢 哎呦 别说你没用的啊 跟她有啥关系啊 我说她不能来她就不能来 我有她不能来的理由 啥理由啊 大姐夫 说心里话 你支持我 我很感谢 但如果你选择跟赵金智斗争到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 我您肯不去 不是 艾兰 大姐夫 冷静 冷静 不是 艾兰 我就是 你这人吧就是这样 你说我不支持你吧 你 你不高兴 我这支持你吧 你这往回缩 那你 你今天让我来 你说这 大姐夫 我不是往回缩 我是在想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既能达到目的 又不伤害你们之间的和气 这样会比起好一点 心里有点难啊 没事 我 我 我就专了 大姐夫 嗯 我呀 有一个办法 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你说呀 什么办法 说呀 我二姐这件事吧 它既是企业的事情 嗯 那也是咱们家里的事 对不对 那咱们每个人 都有龙凤酒厂的共分 我们哪 开一个家庭会议 研究研究 讨论讨论 看我二姐 应不应该带人 进企业 艾松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不错呀 大姐夫 你觉得呢 行吧 不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来 吃袋瓜子 想不想 不行 竹子 就是你给你二姐夫拍那个电视 不叫电视 那叫专题片 那个专题片要不要钱呢 当然要了 那要完钱你自己留着 造什么呢 我能自己留着吗 那电视台白给播呀 在电视台播呀 那挺厉害呀 我我看拍的挺费劲啊 一会儿一遍一会儿一遍 把你二姐夫那个腿都溜直了 那一说可不是嘛 你别看二姐从上 挺板上吧 我跟你说一拍片一喊爱的声就 顺拐了 我我在上面看见了 有一点啊 老师好 老师好 一杯开始 来 交几个事 不是不是 你不是真有事的 几个事的 一杯 开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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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紧张 你们笑什么呢 这么高兴 那个 讲个笑话大姐 二姐你快坐 大姐你坐呀 吃挂点大姐 行 大姐 你咋还在外面住啊 不回家住了 我 我是应该回去了 大姐最近挺好的 挺好的 你也挺好的 我也挺好的 大姐 你这件裙子挺好看的 好看吗 嗯 瘦吧 不瘦 你穿这个鞋子你可年轻了 年轻吗 年轻啥呀 老了不行了 都快成老太太了 再说黄筷子生便回家了 一天财筷这一块啊 全都我一个人 没有时间倒着了 你把会计工作接过来了 对啊 我接过来了 我这个人就是要强 别人越说我不行呢 我就越想把它干好 给别人看看 再说那玩意 没啥难的呀 我之前学过 那是因为你聪明啊大姐 能得到你夸奖啊 荣幸啊 你俩这干啥呢 音乐剧洋艺剧的 是师姐妹俩说的话吗 大姐 你能好好说话吗 你别静视啊 我啥说音乐剧洋艺剧了 你看看 又要变脸又要急是吧 你 送来了 来 二姐夫 大姐好 来 来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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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松怎么还没来啊 不知道下午开会了 他估计学校有事吧 应该来不了 来晚了吗 不晚不晚 我们俩也刚进来了 是吗 快坐 我是 下了课以后 你就往这跑了 人都到齐了 咱们开会吧 别耽误人家先进教师工作 大姐夫 嗯 要不然 你先讲讲 我讲什么呀 今天又不是讨论我的事 那 先进教师 你先说说吧 很多主意不是你的吗 二姐夫 二姐夫 嗯 这个 今天不是讨论我二锦的事吗 啊 我就不先讲了 二姐 要不你先讲吧 行 那就我先说吧 哎 哥 刚才东港的代理商取三 给我打个电话 说赵金志给他们发货了 发货了 发货了 不说他趁两天吗 他不光发货了 说是还给让利了 还给让利了 这玩的什么路子呢 这跟之前商量就不一样了 就是啊 总之一句话 我既想帮咱们厂子 把产品销售的路子拓宽 也想解决 我手下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 是一举两得 是件好事 所以我希望 大家能够同意 说完了 说完了 那大家表个态吧 同不同意艾兰的方案 那 这个 我先表个态 好 我二姐呢 刚才已经说了 和她来场 完全是一举两得 我觉得呢 我表示坚决支持 我 我也接两去 我也支持 艾兰呢 在咱们家族里边啊 是公认的有能力的 如果她要是带着这些人 能够到咱们龙凤酒厂搞销售 我觉得对于咱们龙凤酒厂来说 那是一件再好不够的事情了 所以我希望 能够在艾兰的努力之下 让我们龙凤酒厂 再创佳季 重塑辉煌 这 竹子你什么意思 大姐夫你整这词太硬了 再创佳季 那以前的佳季在哪呢 重塑辉煌 原来还辉煌过 不是 你抠什么字眼啊 那我的意思大家伙全都明白啊 我是说艾兰是有能力的 咱们应该相信她 这这你听不懂吗 大姐夫你咋还火上了呢 不是那那那你这啪啪啪啪啪 你这这 这这不讽刺我 我都能听得出来啊 我没讽刺 我就是说你那词太夸张了 你先不要管我的话夸张不夸张 我就问你 如果你二姐要是进这个厂子 你同意不同意 我二姐一个人进厂我同意 那我也给你啪啪啪啪啪啪 但是 但是什么呀 但是那帮人来我就不同意了 那怎么就不同意了呢 那些人懂销售吗 再说了这么大一厂子 这么多一堆人唤啦就进来了 那那怎么管理 再说了以前搞销售人会怎么想 就替换掉他们呀 那这不乱套了吗 竹子说得对 那不乱套了吗 就算艾兰一个人来 我也不同意 艾兰原来不说过吗 坚决不到厂子来工作 是不是艾兰 大姐 我这句话你还记得呢 我当然记着呀 你说没说过呀 对 我是说过 你看 说话得算数是吧 大姐 我二姐是说过这话 但是我二姐也说过 说这个厂子 除了大姐夫二姐夫以外 谁也别来 那你怎么来了呢 我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来我能不知道吗 你怎么来的我能不知道吗 是我帮你来的呀 那现在二姐有困难了 她怎么就不能来呢 你帮我 你凭什么帮我呀 当初你们合着伙着骗我 把妈气死了 你们觉着良心故意不去 你才替我说的好话 你们都欠我的 大姐 我跟你说啊 别说我在这个厂子 当个会计 就是我在这个厂子 当厂长 我也不亏心 还有刚才艾松你什么态度 你跟我俩是 行了行了行了 艾松你跟我什么态度啊 你们几个小的时候啊 我为了帮妈养活你们几个 我大学都没上 我十九岁我就出去工作 大姐 我舍不得吃舍不得 大姐 大姐咱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那现在是说什么的时候啊 现在不是说我二姐的事吗 你二姐早就说不来了 你把你那个圈去关他 说点话 你别管我 咱不是讨论我二姐的事吗 我二姐现在遇到困难 咱们不能不管哪 谁说不管了 谁说不管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二姐一个人来行 那帮人不能来 就是啊 艾兰她一个人来 我也坚决不同意 你怎么挖不住你的一日 大大师 你干什么一日啊 他不是什么家老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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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这些公司那样 谁是你啊 你 你啊 我 我这个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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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别吵了 你坐下 你坐不起 坐下 咱妈已经走了 这么长的时间 这是第一次 咱们全家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为了我的事 让你们这样 这么的不可开交 我感觉很过意不去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现在就想到我们 你怎么回事 然后呢 你怎么回事 你没有回事 我也是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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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你怎么回事 我去哪里 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比什么都重要 我走了 艾总 艾总 我继续发表我的意见啊 刚才我的意见 艾主已经替我表达了 我再重复一遍 艾兰一个人来我怀疑 如果她把手下的人都带进来 我不懂意思 好 明白了 刚才艾总不是说了吗 一家人 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最重要的 你们的意见 我会好好搞的 那行吧 上会吧 你怎么办 舅舅 大姐哥 你不能卖点齐吗 大爷 不好意思啊 来不及了 下回注意了啊 大会 大会 开完会了 开完了 开完了 走 好 艾总 好 主任 那个会不是开完了吗 你进来 我找你有事 不好意思啊 家里有点事 咱们刚才开的会什么内容啊 你先别问什么内容啊 你家里到底有多少事 怎么没完没了了呢 最近啊 最近我们家里事确实不少 家里事重要还是学校事重要 你要是觉得家里事重要啊 以后就不必来上班了 我告诉你 韩艾总 你这段时间 你表现得实在是太差劲了 你的经历和思想完全不在教学上 你不仅不配先进教师的称号 你连教师的称号都不配了 学校已经决定了 给你停止工作的处分 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 如果检讨不过关 后果你能想到 我还有事儿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王老板 你电话 谁呀 这洗个澡都洗个小去 喂 喂 王水友吗 艾梅呀 我跟你说正事儿 啥事儿 你要是再不回来 你这位置就让别人给顶了 谁顶我呀 我二妹妹 她说要来厂子里干供销 啊 你二妹妹要来 这可是对我有重大的威胁啊 艾梅呀 我发现你对我人咋怎么好呢 行了 你可别说这些重码的话了 赶紧回来吧 谁电话 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的电话 今天时候咋有点动 我为谁的电话 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 朋友 能不能小点声啊 你怕艾兰来 你就是怕艾兰把王水友给顶了 不是 艾兰要是来了吧 她什么事都管 我这个会计保不住了不要紧 就连你这个副厂长 恐怕都保不住了 不是 你是傻呀 还是蠢哪 艾兰进厂子 把王水友给顶了 她到今儿就少了一个对付我的妻子 你又不能为我的力去想一想吗 还没有 是不是跟王水友有事儿啊你俩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别说了 你跟唐唐有什么事 两口子怎么打起来了 你都不敢正眼看我一眼 小姐 因为什么呀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意思 赵金智不同意 不是不同意 是同意我一个人去 不同意我带人去 艾兰 那你不管我们了 我要是不管你们了 事情倒是变简单了 赵金智真不够意思 这不是给你出难题吗 下班了 下班了艾兰 回来了 艾哥 我立场了 我牵起死我了 你不的 帝姐 帝姐 湯家 哭什么 怎么了 大姐 跟大姐要吵架 你俩为什么吵架 我都抓不甘情说 大姐 你说 你看你委屈的 你说出来 弟弟给你做主好不好 因为什么事啊 你说他多不适人 他说我跟王世友俩好了 他说你跟王世友 他 王世友什么人 大姐 我不知道吗 赖蛤蜊一样的人 怎么能怀疑 我找他去 你干什么 王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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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去 你别怯了 我问问他也不行吗 凭什么这么说我大姐 大姐 我那儿借题发挥呢 借题发挥 爱兰 要不你就别管我们了 你自己去吧 你别劝我 劝我我心烦 我不是看你上火 我也跟着上火吗 你这么劝我 我更上火 不劝不劝不劝 你这一不让劝 我倒想起一句话 什么话 以前我在一本书上看过 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事 就是劝人 当他们自己没有想通的时候 你就是把全天下的道理 都讲给他听 也是无济于事 大姐 你为什么不让二姐进酒厂 别说 是啥眼色呀 这 这爱松就是个护彪子 你说什么时候 你问这个吗 怎么就不能问了 你有没有点眉眼高低啊 你有没有点眉眼高低啊 这什么时候啊 你 你问 大姐咋说 干不尴尬呀 我尴尬啥呀 我尴尬啥呀 我有什么尴尬的就咱们仨 啥也不是 我尴尬啥也不是 你说吧 你回答吧 大姐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同意二姐去酒厂呢 我也不回避这个话题了 我跟你二姐我俩的关系 你们心里不明白吗 妈死了她说是我气的 我说妈死了是她气的 就我俩这关系 她进厂子了 一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多别扭啊 大姐 你说你俩还能一辈子不见面呀 那你那意思就是 有她没你有你没她 对 我就是这意思 妈的事过去多长时间了 你跟二姐就这么僵着 你别说妈在酒泉之下 能不能安息了 就我们这些人看着 心里都特别难受 你能不能跟二姐缓和缓和 把这个事都忘了 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好好相处呢 忘了可以 大姐这是你说的啊 但是她必须得给我赔礼道歉 她必须得承认 妈死是她给气的 这样呢我就把人业翻过去 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和睦相处 不是 大姐 我怎么记得我二姐 跟你道过歉呢 说妈是她妻子的 她说那是心里话吗 那还不叫心里话呢 那什么是心里话呀 是不是心里话我听不出来呀 她说那是气话 艾松你说说 当时二姐说的是不是心里话 我听着就是心里话 你看大姐 这我们听着都是心里话 你说就你一个人觉得不是 那这是跟谁说理去 这老天也没辙啊 竹子你向着谁说话呢 我这向着李说话呢 你那是向着李说话呢吗 你那不是向着你二姐说话呢吗 艾松你听着她说的话 不是 大姐 你这怎么动不动就发火 你这跟哪 我不是动不动就发火 我一说动你偏说戏 就什么事就得气我 行 行 我看出来了 你们全都烦我 一家的人说话 没有一次向着我的 我就那么招日烦吗 我怎么得罪你们了 我就是姥姥不情 舅舅不爱 这徐宝来骂我 我想回娘家夺夺 你看你们俩的态度 我还有没有活路呢 我死 我现在就死去啊 我跳河 我窩鬼 艾松 我说我死去 你没停着啊你啊 听见了 你听见怎么不拉着我点着啊 小时候白疼你了是不是 我说我死去你没停着 也不拽我是不是 我真死了你就省心了是不是 你现在来 你别死了 好了大姐 你没停着 你刚才再不拦着点 我现在拦着还不行吗 那我现在我去死 我 我拦着你 我马上就死了 你还死了什么 你们照着我怎么哄了 艾初 艾初你过来 大姐要死了 快拦着点 拦着点 我就在想啊 你说赵金智 是拿你们卡我呢 还是他真觉得 我带你们过去 会给企业增添负担 我觉得他不应该是 拿我们卡你吧 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才 进哪个部门 那不都是一把好手啊 他抢都抢不过来呢 会不会还是因为你们感情的问题 那不能 我们之间感情也没有多大问题 没有多大问题 那你怎么不回家 前几天他来请我了 我也想跟他回去了 可我们聊着聊几天 那你个谈崩了 算了 我说这事 想起来我头就疼 那又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啊 那他就没有道理卡你 我觉得啊 赵金智不同意你带我们进厂里 理由还是挺充分的 你想想 你说你带着我们八九个人 工资怎么开 三嫌管不管 公司待遇给不给我们 这吴星庄不都是给企业增加负担吗 还有 我们这些人 那都是卖建筑材料畜生的 卖白酒也不是强项啊 你说这些事 赵金智能不考虑吗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的确 之前我只想了我的这一面 根本没有考虑过赵金智的那一面 你这算是被我劝通的 还是自己想通的 去你了 人啊 有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 而这种所谓的正确 一旦被反对 就会产生对抗 这种对抗 往往都是失去理性 所以啊 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吧 别管我了 你怎么又劝我呀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于劝 走进了死胡同了 柳姐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赵金智不是觉得我们进了龙凤酒厂 会给企业增添负担吗 那我们就不去了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们呢 保留我们自己的商贸公司 然后跟龙凤酒厂合作 怎么合作呀 我们以商贸公司的名义 帮龙凤酒厂推销白酒 以出厂家进货 再以市场家卖出 我们就赚中间的差价 这样的话 经济上我们独立核算 不用龙凤酒厂承担任何风险 你说这是不是个好办法 大姐 你说得对 妈的死我们也有责任 如果当初不瞒着你 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 我们最不应该的就是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身上 本来就没错了 对吧 非说是你的错 那哥是谁受得了啊 开拙 你还记得 咱俩小的时候 大姐为了帮妈照顾咱俩 背着我牵着你 看着别的孩子们玩皮筋 玩跳歌 大姐玩不上 急得直哭 那是我真想把你俩给扔了 还有 大姐 爸死了以后 你大学都没去上场 出去工作挣钱 帮着妈养活我们 这恩情我们都寄着呢 你说你当时要不放弃学院的话 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人 如果你去上学了 那肯定比我们谁都强 对 大姐肯定能上大学 行了 你俩别输了 大姐也没你们说得那么好 我有时候就是想自己的事想得太多了 得理不饶人 你说 你二姐来厂子 她想来就来呗 你说我背着你啥呀 艾松啊 给你二姐打个电话 你说大姐同意 让她来吧 真的啊 嗯 快快快打呀打呀 快心情打 我没有我二姐的大学电话 你看你傻也不死 我去找她去 喂 二姐啊 艾松不去了 二姐电话 二姐 对啊 好 我知道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好 嗯 我支持我坚决支持 好 那请问问我挂了 说什么呀就支持支持啊 我二姐 她不来酒厂了 所以她不来酒厂了 你看这不跟我较劲呢吗 我不同意她来酒厂她想来 我要同意了她就不来了 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较劲啊 这你俩都看见这怨我吗 不是你你你打电话你就说 你说我大姐同意了 我没她单位电话 那你刚才咋不跟她说说我同意 我忘了 我去告诉我 我就是我同意 大姐 你怎么管大姐 你先别吃啊 我说你说呀 这刚要说的嘛 大姐我二姐跟她打电话 说她不去龙凤酒厂的原因 在于说她不想放弃商贸公司 她想跟龙凤酒厂合作 从龙凤酒厂进酒 然后出去卖 挣这个差价 既不给龙凤酒厂添负担 也能保住自己的商贸公司 这不一举两得吗 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啊 那你二姐多累啊 她操不操心呢 她就自己一个人来厂子呗 大姐 大姐 操心二姐的累 那是她自己的问题 就是的 好吧 那不是你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 妈在的时候我们孝敬妈 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孝敬你 嗯 行了行了 我再来吃点 喂喂喂 别动你你你 那不用了 你俩别玩这虚的 是不是都饿了 嗯 好 我就给你们做点饭 我想吃水饺 我知道了 行了 别大了个脸 来来来来 给你们加两道菜 多吃一点 谢谢二姨父 这离你们学校近 以后放学啊 就来这吃 烹烹去哪吃 我就跟着去哪吃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外面吃饭 就是没有家里吃的舒服 怎么了 菜不可口啊 嗯 不是 嗯 说不准 就是不舒服 胖胖最喜欢吃烤毛蛋 一次能吃五六个 胖胖 爸 我是跟你说过吗 不要吃那种东西 太脏了 就是死鸡仔了 哎呀爸 你说得太恶心了 就你嘴尖 哎嘿嘿 以后不许吃了啊 那行 你给我一百块钱 我就不吃了 前几天不是刚给你五十块钱吗 怎么又要钱啊 这一百是买复习材料 大奔呢 大奔不要啊 嗯 这一百里买的猫活套 对对对 他们干什么事都想着我 你们两个没骗我吧 骗你我和大奔这小狗 钱啊 省点放啊 长大你就知道钱不好挣啊 爸 我一上体育课 就能看见我妈在操场外面看我 我心里挺难受的 我也是 我看见我二姨在那儿站着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但是我说过 她不回来我就不理她 爸 你去把我妈接过来吧 我不能总也没有妈呀 去把你妈找着过来 我不去我不去 你怎么回事快去这 这点小事你犯不了 那以后我还指望你干什么呀 我不去 你把我妈气跑了 还让我去找了 凭什么呀 我妈哪点对不住你了 给你洗衣做饭 打洗脚水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啊 你自己去找 我不管 我花钱雇你 你去不去 给多少钱啊 你要多少钱 我还省钱了呢 你妈回来了 去给你妈开门去 哎呀大班迎接我呀 我才不是迎接你呢 你看这孩子 你看我哪得得你呢 干什么来的 许厂长 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赔礼道歉 啊 收拾一下跟我回去吧 你是来请我 胖胖跟我说 不能没有妈 那是 胖胖希望我回去 胖胖特别希望你回去 明白了 是胖胖想让我回去啊 我也希望你回去 我也希望你回去 不容易啊 等你说这句话 太不容易了 原来等我这句话呢 行 是我想请你回去 你满意了吧 好 我帮你收拾 不用 你坐那儿吧 许厂长啊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 我跟弟妹没有半点瓜葛呀 我跟你说绝对是清白的 梁袖清风 冰情一决 你这这扫山 不是啊 你心里边 你心里边想过没有 心里 心里也没想过呀 绝对没想过 我这人你也知道 我这我就是嘴贱 有什么好跟我弟妹开个玩笑 许厂长 你要是不乐意啊 我向你保证 以后绝不跟我弟妹开玩笑 俗话不说得好吗 宁占朋友气 不说 错了错了 这话我懂 你真懂吗 我肯定懂了 你给我发誓 你真懂了 发誓 懂 等我坐下 坐下吧 我不打你 老是老 好 不对 你今天晚上来 肯定不是光跟我解释 你跟艾梅的事 那肯定不是 那是顺便 我有大事 想跟你说 你别给我耍心眼啊 耍心眼现在走着来 我说许厂长啊 你是不是觉得 我可有心眼的 你是不是觉得 你也挺有心眼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咱俩 都没有赵金智有心眼 咱俩 都让他给耍了 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 到现在你都没反应过来 你甭跟我绕弯子 有话直接说 上一次你来找我 你走了之后 其实我心里挺 是 我这个人 你也了解 你太注重心里的感受了 稍微有点不舒服 或者惹着你 你的反应都会很强烈 你又不让着我 是 我这个人啊 就是不会哄女人 我要会哄你的话 我俩也不至于僵持这么久 行了 我们就不要做自我检讨了 过去这段日子 发生的许多事情 太让人难以控制情绪了 我希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重新开始吧 不过艾兰 虽然你这次给我这么大面子 能跟我回来 但有些事情 我还是不能给你面子 我不要你的面子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你是想说 让我一个人到厂子里去 不让我带人去 你带的那些人真的 我不带了 你自己来 我也不去了 我记得 我记得 那没有痛苦的爱 却难止住 泪流多少 我记得 我记得 忘记 离去的你 却又唱起 你叫的鱼 我 没有了你 我 心里知道 我 我知道 我记得 留下 孤独的我 走向天涯 走向海角 我记得 戴上 无言的爱 从此失去 心里的微笑 我 与影同行 我 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像那一只 花鸟 无声的 燃烧 我要唱那 那一首歌 鸟 伴我天涯 海角 我 我 你